有往昔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六百六十六集 自己才上了两天半的班而已 没想到大家居然都认识他了 可自己却叫不出人家姓谁名谁 好尴尬呀 纪正廷摆出高棱总裁的架子 站在电梯口等电梯 电梯很快就下来了 在一楼打开 纪大总裁在这里 员工当然都退在旁边 让大总裁献上 奈何 纪大总裁就那么站在电梯门口 没打算进去 而且还看着旁边的宋设计师 这是什么情况 宋卿尘知道他在想什么 瞪了他一眼 只好乖乖地进了电梯 随即 纪大总裁也跟着进了电梯 电梯外的人 一个个均是面面相去 这纪大总裁和宋设计师 怎么好像不对劲啊 纪正廷见他们一个个都愣着 并开口问道 上不上 上上上 能有机会跟纪大总裁 同乘一步电梯 乃是三生有幸啊 几个人都一个接着一个地 跟着上了电梯 每个人都各自按了自己所去的楼层 只有纪正廷和宋卿尘两个人没按 其中有人问道 总裁 宋设计师 你们去哪个楼层啊 顶楼 两个人异口通声 接下来 电梯里的气氛 异常诡异 电梯里的人陆续下了电梯 最后 电梯里只剩下了宋卿尘和纪正廷两个人 宋卿尘离得他远远的 跟他生气 他还想在公司里好好干一番事业呢 他倒好 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似的 非要在员工面前那样 过来 纪正廷突然开口 宋卿尘警惕地看向他 纪正廷密谋 严重觉得自己被他当坏人一样防着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小女人越是这样防着他 纪正廷越是想要戏弄他一番 纪正廷长臂朝他伸过去 一把将他给抓了过来 纪正廷 电梯里有摄像头 你别给我乱来 宋卿尘挣扎着 要从他的怀里挪出来 这一幕要是被人看到 那就真的说不清了 监控室那边 快快快 你们过来看看 这个是不是咱们大总裁啊 有人瞪大双眼 盯着屏幕上暧昧的画面 招呼旁边的同事过来看看 几个人文言都围了过来 哇塞 可算是那种我们大总裁的绯闻了 你们看 那个美女怎么好像有点眼熟啊 怎么有点像前两天 刚来的那个宋设计师呀 对对对 就是宋设计师 这郎才女貌可真般配啊 你们说大总裁结婚 会不会给员工发奖金呢 没准了还会发红包呢 你们一个个就白日做梦吧 出了电梯 索性的是 纪正廷没有在缠着他 宋计程回到自己办公室 开始自己的工作 无意间看到手上的戒指 从昨晚戴到现在 还没有仔细看过他 很简单精致的一颗钻石 简约中透着奢华 大方又不是高贵 他的眼光一直都那么好 下午的愉快工作 从这一刻开始 晚上的时候 宋清晨打算主动约素语吃饭 上次的事弄得苏语很尴尬 宋清晨的心里 一直觉得很内疚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应该跟苏语道个歉 而且他也不想耽误人家 感情上的是 有时候越是不想辜负 却越是要辜负 他拿起手机 给苏语打电话 电话被接通 喂 请重 苏语啊 你晚上有空吗 我打算请你吃个饭 单独的 怎么 有事啊 上次的事 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所以 俊成啊 你太不当我是朋友了 一点小事你居然还放在心上 我不是放在心上 就是觉得 挺不好意思的 幸事淡淡说要请人家吃饭 结果被某人突袭 把人家弄得窘迫的要命 货头已经忘了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而且我这两天在外地 你想请也请不到啊 你去外地了 这边有个亲戚病室了 过来看看 那好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回来再联系 好 回去我找你请我吃饭 我要吃大餐 保证 一定 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这边有点吵 好 拜拜 挂了电话 宋清成心里那份过意不去 也散了散 苏语是个比较随和的人 也是一个比较专情的人 但是他对待感情 不是执迷不悟的那种 不强求 不执拗 这几天 纪正廷特别的忙 因为前段时间 他身体不好 加上老太太住院 耽误了不少工作 现在老太太 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 他又回到了 忙碌的工作中 平安夜的这天 纪正廷原本是打算 跟宋清成商量 带他的小包子 回去见家里人的 但是宋清成 有些犹豫 他觉得自己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毕竟 纪正廷也没有 跟家里人打过招呼 他这样带着孩子 突然出现 不知道纪家人 是否还能接受自己 包括孩子 就算能接受孩子 可是他呢 这些年 他们能忘记 当年的恩恩怨怨吗 想到这些事 宋清成 总是对自己 没有太大的信心 当然 这些担心 他又不想让 纪正廷知道 四年前 就是因为家人和他 让纪正廷 夹在中间为难 如今 若是还要让他 面临这样的窘境 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就在宋清成 犹豫的时候 纪正廷 接了一个电话 是白静廷打来的 说是约好去看陆白 问问他 要不要一起去 难得能约到 这么好的机会 而且又是平安夜 就当是去图个平安 纪正廷答应了下来 回去把孩子也带上吧 他上次就说 要去看望陆白叔叔 纪正廷点头 开车一起回去 接小包子 应该不合格陆白叔叔 公图 在唱了 联赛 只相识 摩美